今天也让我们继续谈论如何面对逆境 当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呢 有一样东西我们要懂 就是时机 时机简单讲就是因缘 当我们讲一个时机对不对 就是因缘对不对 那有些问题它刚刚爆发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的业来的最凶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些时候你急着去处理 反正自己会焦虑 自己紧张 而且会处理不好 搞不好还会在苦上加苦因 有些都风头我们是不能抵挡的 它来得很凶 像一把利剑杀过来 那你怎么办 低一低头把它让过去 然后呢 再想怎么解决 就像一只尖 刚刚射出来的时候呢 不好抓的 当它射到要没力了 要掉的时候 一抓 它就把它抓住了 所以这个时机的难念非常重要 怎样解决问题 几时出手 几时沉默 几时退让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不能死背的 它必须有一种 很单纯依法如实的一种 清明的心 正念的心 很简单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问 我有什么选项 我现在这样子做 会有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那我们通常有时候 我们心里会有所的 会比较容易找到答案的 心里面多少 对事情的推演能力 是有一些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 自会一起思考 我们只是想 我一定要反应啊 我不反应怎么行啊 那也没有问自己 到底我这样反应 结果会如何 只是为了反应而反应 为了做而做 为了克服而克服 但是呢 并不知道 我这么反应 我这么做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这么考量 那我们就少了误实 所以我们在面对 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 要懂得忍 当我们 无可奈何和 无助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忍 而且在忍呢 这个忍 必须是没有去烦恼的 必须是光明的 如果我们忍到 我们自己忍出病来 那是亚异 那不是真的忍 那一个只是说 亚异 我们要做到的是忍 而不是亚异 真正的人 内心是平和的 是了解的 是包容的 是谅解的 那才是真正的人 越忍 越有力量 真正懂得忍的人 他是越忍 越有力量 越有道理 越有法的力量 因为他懂得 把垃圾转成黄金 他越忍 他越有涵养 越有美德 越感动人心 越招引善缘 一个很能够成忍的人 他会让人家 肃然取经和敬佩 甚至敬畏 在忍的过程中 第一 业障在消 风头在过 讨厌 很凶的讨厌 正在慢慢 越变越弱 因为他是无常的 那么那个时候 越忍 我们的心 越有美德 越有道理 越有智慧 然后那个时候 此消疲障 就是负面的 不好的能量 消了 善的 好的能量 在忍耐和等待的过程中 增长了 那也许 一开始忍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能力 解决问题的 但是当我们 一忍下去的时候 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随着我们的忍耐 而加强了 心的力量 法的力量 涵养的力量 美德的力量 加强了 那个障碍 那个魔障 就一直在消减了 所以此消疲长的时候 或者是 疲消此长的时候 我们的力量 越来越强 所以问题逆境 就有了 被扭转的希望 所以我们的善 要能够 在打击中 在困境中 在逆境中 稳稳地把持 好好的维持 所以我们一忍的时候 我们先让自己 立一步败之地 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保持自己向上 向上的能力 没有放弃 这个忍 让我们保住生命力 让我们不受打击 让我们不会受伤 那是真正的忍 面对逆境 一定要有这门功夫和本领 不省